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保留值呢?当一个旋律,它的最上面一支后面还会再出现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保留值 那短一点的句子,像是绿导小乐曲的第一句 这个收呢出现过之后,后面又回到收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保留值 那长一点的例子呢,像是桂花像这句 这句呢从都开始,最后呢又回来都 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保留值,像是这样 像刚刚这个例子呢,除了有用到一尺的保留值 也有使用到二尺的保留值 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当最上面那根手指头 平凡出现在乐曲里的时候,像是邱一龙的第一句 这三个小节就出现了四次拉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保留值,像是这样 那使用保留值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第一点,在初学的时候手的肌肉还不习惯 所以手琴容易跑掉 像是在按这句,Do,Re,Mi,Do 如果没有使用保留值,当我们按到Mi的时候 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刻意将手指撑开 所以呢在按到Mi的时候,手指可能会往下掉 那这样再回到Do的时候呢 直接按下去的话,音就会偏高 那如果有使用保留值的话 手指就会固定在原本的位置上 那回到Do的时候,就会跟第一个Do是一样的音高 那当然如果手琴已经稳定了 手指也都能各自独立时 有没有使用保留值,对手琴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将动作简单化 简单来说,像是遇到这个节奏反复出现的时候 如果没有使用保留值,就会变成这样 在按下一个音的时候,前一根手指头必须抬起来 就必须有两个动作 就很容易左右手没有对在一起 就会变成这样 在你还没按下去下一指的时候 你已经先推工了 就会有多余的声音出来 那如果使用保留值呢,就只有按的这个动作 那这样动作简单化的话呢 在拉快速音群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能拉出更快的速度 不然就可能会卡在一个速度,一直上不去 所以简单来说呢,保留值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呢,就是能确保重复音的音准 那第二个呢,就是能将动作简单化 那不会使用保留值呢,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但如果能善用保留值的话 对拉二虎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那大家都有学会了吗? 在下次遇到类似句子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用保留值来练习看看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把我按赞分享加订阅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